今天的確定病例 本土有160例 那境外移入的是244例 落地採檢的186例 居家檢疫採檢的是58例 那境外移入的部分 增加這麼多 主要是昨天 進來的人數也比較多 2500 檢驗的人 檢驗的人有28班 那2525人 那這邊就186人是陽性 那是陽性率是7.37 這個陽性 進來的人也多 那陽性率也高 所以這個確診就比較多 那整體來講 今天早上 上午一項都不多了 5個航班304人 那陽性的是2人 那陽性率是0.66 那因為現在進來的還是以東南亞 相對的 南亞 東南亞進來的這個陽性率是比較高 那這160例 那以縣市別來看 大致上是臺北市18例 新北市52例 桃園22例 台中市1例 高雄市9例 那基隆市7例 那新竹市2例 那彰化 縣3例 屏東縣1例 那宜蘭縣6例 那花蓮縣5例 台東1例 金門1例 那總共有關係到的縣市大概 等於是在 6都裡面 現在今天是沒有台南的 有5都都有 那其他的縣市裡面有9個 所以總共是14個縣市都有相關的案例 這裡面大概 今天因為早上 昨天半夜大家也都很辛苦 所以早上也通報了一些新的案例 所以相關的都在疫調中 有52例在疫調中 那這裡面在增加的比較多 大概就是相關 是宜蘭這個場所的相關 不是 基隆抹藏所的相關的 有42例的增加 那新北有幾個 一個是那個本來在 應該新北有一個跟 應該這什麼 這三峽要講 這很難講 本來新北大概有兩個夫婦是中了 然後其中因為有一位有相關的 老師 所以校園有一些群聚 所以這個群聚 現在今天增加了17人 那大家知道是那個社區的 今天也增加了10例 那桃園的我們昨天那個電商 工作室也增加了10例 那基隆增加了這個42例 當然還有一些都是關係要帶去 釐清的 那在裡面增加的是一個 是在校園的 校園在一個科技大學 裡面 增加了這5加1 等於5個新的在學校 那家戶裡面有一名 那場所A 現在仍然在增加 不過他現在是 比較多的是在家戶裡面或其他的 那警局的人員有增加了3名 所以現在總共 15加3等於48 那又有兩位 是列在我們的場所裡面的 所以警察相關的人員 到現在是有20例 先推進你這一台旺旺水繩 微酸性電解次氯酸水的生成機 放在家裡面 其實也都不佔地方 而且你的3分鐘 可以生成4公升的水繩 一瓶的電解液呢 就可以生成200公升的水繩 中天有獨家的 觀眾的好康 你可以上快點GO 好